哈囉大家好我是雲爸 買電視很簡單又很困難 你總是不是要去賣場的時候 被那些琳瑯滿目的 規格啊品牌給嚇到 那雲爸今天就教你如何在 2021年用有限的預算 來買到一台好電視 那我今天開箱的這台 AOC6415 是首款內建Android TV 4K HDR的大型顯示器 那今天正好拿來示範 OK Let's go 不管什麼3C產品都一樣 你現在要買CP值最高啊 肯定要選主流款式 那我們要買電視啊 第一個就要先挑尺寸 2020年到2021年 它的主流尺寸啊 是55吋到65吋 那既然要買啊 我建議是直接買大就對了 所以建議先直接找65吋 那只要你家裡的電視櫃能夠擺了下 現在買65吋是性價比最高 最划算的選擇 所以第一件事喔 是先看你家裡的電視櫃大小 這是AOC6415系列啦 它一共有五種尺寸 從43吋到70吋都有 那我這一台的大小是55吋 那如果你要買65吋的話 它的大小是1446×908×311 那重量大概是17公斤左右 你看這台55吋放在我家裡這個電視櫃 看起來是剛剛好 千萬不要說65吋太大 擺在家裡兩天你就習慣了 看什麼爽度都很高 家裡就像是電影院一樣 之後你要回去看32吋的這種電視 你就回不去了 這款AOC6415 4K HDR 安卓TV顯示器啊 你可以看到它採用三面的微邊框 上面左右兩邊都幾乎接近無框 真的是每一塊錢都會花在螢幕上 完全不浪費 那在底座的部分啊 由於55吋到65吋是非常大的尺寸 所以它的瘦力點一定要放在兩側 那底座是極簡的V字形造型 那側邊看也相當的薄 那如果你有壁掛的需求也可以額外加購它上牆的服務 那再來買電視的第二個重點就是內建Android TV 經過這一次奧運啊 我真的覺得內建Android TV真的是太重要了 本來我想說要在YouTube上面看奧運 結果奧運獨家在愛爾達 這年頭買電視真的一定要選Android TV的電視 只有內建Android TV的電視 可以讓你隨差幾用 想裝什麼App就裝什麼 連第四台都省下 那這台LC6415啊 不只是在遙控器上面內建Netflix 那系統也是完整的Android TV系統 那擴充性很好你可以額外下載KTV啦 愛奇藝 或者是年底即將要推出的Disney Plus 簡單說Android TV就是未來的主流 系統對了什麼都對了 像我家裡的S牌電視啊 雖然號稱內建Netflix YouTube 可是它採用的是自己的系統 它不能安裝App了喔 我上網找也找不到方法 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所以我這一次的奧運是整個報廢掉 沒有辦法 這台LC6415啊 最棒的就是 它不僅原生內建Google Play 那它也可以自己找App 自己裝什麼就裝什麼 比如說下載到隨身碟啊 再插到AOC6415 電視旁邊的側邊的USB 那立刻就可以裝起來用 那現在有很多不太能夠公開說 但是非常好用的App 它可以提供你看一大堆免費的影視 或者是台灣沒有的內容 那比如說像卡拉OK啦 那我在裡面裝了各種卡拉OK的App 那所有歌都是直接點直接唱 還有最近在台灣掛掉的愛奇藝啊 那你也可以改裝成銀額奇藝果 所以我現在像我的日劇啊 韓劇啊美劇 通通都可以直接播直接看 那對這部分有興趣的啊 歡迎留言 那我在部落格啊 會分享一些好用的App 我們再來討論 那第三個是影音品質 如果你在家裡只看第四台啊 那什麼顯示器看起來都不會差太多 可是這年頭各種串流的平台啊 它的提供的畫質會越來越好 那HDR格式啊 還分成一大堆的規格 顯示器可以支援的規格也越來越多 這台AOC6415支援的HDR規格就非常齊全 包含杜比世界啊 HDR10 Plus啊 HDR10啊 HLG啊 這主流的式規HDR 那怎麼看它支不支援呢 我舉個例子喔 你只要打開Netflix 找一下後翼器兵 那它就會主動偵測這台顯示器 能夠支援的最高顯示規格 那有支援就會出現HDR 或者像這個杜比世界 那如果沒有支援啊 就只會出現高畫質 那另外這邊我也提醒一下 Netflix對硬鐵要求非常嚴格 有認證的裝置才會有1080p以上的高畫質 像這台電視就是有認證 所以它會有Netflix的認證符號的LOGO 那如果是沒有認證的機器啊 遙控器上面沒有Netflix的符號 那你就只能看720p的畫質 像是有些盒子喔 那種自己買來的盒子 它沒有經過Netflix的認證 你就只能看720p以下的畫質 而且如果你喜歡玩遊戲的話 這台LC64E5跟其他同價位顯示器 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加入了GAME模式 也就是支援VR跟ALLM 簡單說就是玩動作遊戲 畫面比較不會破圖 那也比較不會有延遲的問題 聲音的部分啊 它內建20W的喇叭 聲音表現我也覺得很不錯 不只大聲之外 它還支援DDS HD的高級劇院音效 Dubi Optimus 它可以模擬虛擬環繞效果 我覺得以它音量來講啊 像我們這種多位劇的住宅來說啊 很夠用 開大聲一點喔 鄰居還會跑過來罵人 那再來第四點啊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語音操作 用說的才是網道 現在看電視啊 基本上都是聯網在看 跟以前拿著一支遙控器啊 在那邊啊那啊那的習慣不太一樣 你有時候會突然想看一下冷淡熊 有時候會想要看一下好奇舞先生 那如果你用遙控器在那邊按 只能會按到吐血 這台AOC6415R的65吋電視 它直接給你一個藍牙語音遙控 那它支援紅外線也支援藍牙連接 那你可以直接用Google語音助理 用中文去做語音搜尋 那你看YouTube就可以直接用 同一支遙控器 直接用講的 那都不用打字在那邊浪費時間 要找時間找天氣找影片 都可以直接用語音來講 那另外如果你真的要打字的話 AOC6415它旁邊有USB孔 那你也可以外接鍵盤 直接去做注音輸入 這看起來沒什麼 但目前市面上有一些部分的智慧電視 它只能用拼音輸入法 那這點你也可以在賣場 在挑電視的時候去注意一下 它也支援Chromecast 可以鏡像可以投放 像有時候你在手機上面看到有趣的影片 想要轉到大螢幕上面看也沒有問題 咻一下 就馬上轉到大螢幕上面 當我把影片投過去之後 接下來我要看的影片 它就會變成後播清單 概念就很像在KTV唱歌一樣 有沒有 很方便 有內建Chromecast 不只是影音娛樂方便 在工作上要簡報也會變得很簡單 非常使用的功能 那Chromecast不只是Android手機能用 包含iPhone啦 Windows的電腦 也都可以使用投放功能 不過iPhone要使用螢幕鏡像的話 必須另外找App來使用 那這台電視的Wi-Fi 可以同時支援2.4G跟5G 建議大家將電視連到5GHz的頻段 讓它避免跟其他設備干擾 那最後我們來看到IO介面 輸入輸出介面非常重要 一台電視至少要有兩組HDMI才夠用 有三組會最剛好 而且最好是HDMI2.0以上 那一組接遊戲機啦 一組接Soundbar 一組可以臨時來接手機或電腦 這台AOC6415的輸入輸出介面 也非常有誠意 光是HDMI2.0就有四組 USB有兩組 還有一組有線網路 還有耳機孔 那我覺得其實最棒的 就是它支援藍牙5.0 現在大家都有真無線耳機嘛 像我們這種爸媽啊 晚上小孩睡覺之後 才是屬於自己的時間 那自己啊 在客廳看個電影啊 連上真無線耳機 就可以不用吵到別人 而且它不會有延遲 嘴型啊都對得上 真的是很不錯 好 最後總結一下喔 今年你要選購電視的一些方法 那第一個 你一定要先確認尺寸 能夠上65吋就買65吋 CP值會最高 那第二個 你一定要有內建Android TV 你才會有Google Play 來擴充新的App 那第三個 一定要內建Netflix Netflix是一個硬體認證 電視上有內建Netflix 你才會看得到 4K HDR以上的畫質 那第四個也很重要 就是要有語音遙控器 才會方便 那當然這只是一些基本的要求 那其他還有很多品牌啊 會提供更多的附加價值 比如說大家可能還會內建Apple TV啊 或者是 可以旋轉的電視啊 但是你懂得 功能越多啊 就會付出更多的代價 你可以先想想自己要看什麼 哪些內容要用什麼平台 才會看得到 然後對畫質的接受度到哪裡 然後你再去賣場 看一下實際顯示器的畫面品質 而且現在的電視啊 都用無線聯網真的是很方便 你不受傳統Table線的限制 想換到哪個位置又換到哪個位置 直接插上電源之後直接用 轉的方向躺在沙發上 也是蠻爽的 好 以上是ALC6015 首款Android大型顯示器的開箱介紹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下次見 掰掰 3 3 4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